YO!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玩这个黑暗之魂DLC2 铁之谷王DLC的第二部分 上一集呢也是非常顺利 因为没有打boss 所以呢小怪都是被我们一路这个双枪的老骑士一路捅过去了 那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往前推进这个DLC的流程 然后这一集的话 其实这个DLC的几个boss 我感觉上并不是特别那个什么 就是有很强的顺序性 就是说你想打哪个就打哪个 有点这个一种意思 所以呢我就干脆就干脆跑着来吧 跑到那个boss就打那个boss吧 好然后在这边的话会有一些捅歌 有一些捅歌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喷火狮子头 好我们把它给 等一下 这个游戏的音量稍微有点大 好OK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 诶 这边有一个法爷啊 好我们把它给捅死 嗯 它掉东西了 叶枝短刀 诶 我第一次报到这个东西啊 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 专供背后致命一击而制造 就有人说就是这件这个短刀的话 即便你穿着小丑的衣服 它照样可以强行背刺你 非常的莽 非常的变态 所以说这个刀可能也有它的一个这个隐藏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吧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面墙啊 就这面墙它是有裂纹的 然后呢这里呢只要引一只那个那个啥 那个那个桶哥过来把它给引爆啊 那么它就可以把这面墙给炸开 嗯 我们先把这边的门给开了 嗯 引一只桶哥把这个门给炸开 感觉 怎么才能做到呢 嗯 并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里有很多桶哥 先不着急 不要把它们打掉 将来肯定是有用的 诶 那边有几个拉杆啊 能不能操作啊 好 这些桶哥我看一下它是不是丝香啊 诶 蛋 诶 我没装备 我没装备黑芝麻 哦 哦 好像桶哥是不会 受到丝香的影响 好吧 那算了 嗯 这边这几 这个门不是这边开的 那我们先过去吧 把那边门开了 再考虑怎么把桶哥给勾引过来 诶 这边就可以啊 诶 诶 诶 我靠近了 你真的是个法爷吗 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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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还会闪现 我强强强强强强 强强强 强强强强强强 下尿了下尿了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推过去 哇這幾個法爺強啊 不跟他們剛正面 哎呀我操 哇靠太陽騎士的辦法都不讓用啊 那沒辦法了我只好 過去把你給殺掉了 燒死你 哎等等等等 哎 慘 慘不忍賭啊 慘不忍賭啊 既然醫學就這麼窝囊的交出去了 啊居然被這個東西給 燒死了啊 我怎麼會被燒死 這明顯不科學 哎 每死一次這個機關都會重置嗎 好 把那個刺客也給燒死了 但這邊這個統哥是絕對過不去的 所以要有引那邊大房間的統哥才能把這邊這個牆給破開 所以說這邊先把這個拉桿給拉出來吧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哎 忘記了 忘記了忘記了 那邊還有一隻法爺了 他不知道在哪裡 他是瞬間閃現出來的 嗯 我們先把這邊這幾個統哥給 給趕過去 來 別亂跑 對對對 別亂跑 別亂跑 對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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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哎 就站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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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好 嗯 統哥真是我們的好朋友啊 然後這邊我們就可以打開一個箱子 裡面有八個龍骨化石啊 非常的賺 我記得這樣的牆還有一個地方 應該還有一個地方 先不著急 先過去把這個給推過去 燒他們 應該可以燒死一個吧 然後並沒有啊 哎 那我們把統哥給趕過去 統哥過來 統哥過去 趕個統哥過去燒死他們 快去快去快去 對對對 聰明 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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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過去過去 啊 統哥最喜歡往這種 有火的地方跑 機智啊統哥 好 但是並不是很理想 是炸死一隻 那好 那我們只好用太陽騎士的辦法了 我靠金了 怎麼這麼強啊 好了他已經死了 哎 他居然沒有中毒呀 連射四箭 我太陽騎士 四毒箭居然在這裡失效了 他居然不會中毒 這麼強啊 嗯 沒看出來 這邊這邊居然誤打誤撞 已經把這個箱子給炸掉了 這邊有個洞 統哥剛才順便還幫我們炸開這個箱子 好 然後這邊呢 就得到了洋蔥 就這個DLC裡面 最重要的兩件東西 啊 就是 哦 並沒有 他是洋蔥騎士的手 以及洋蔥騎士的腿 我們還有 DLC1裡面還得到了洋蔥騎士的頭盔 那麼就差一件衣服就可以得到洋蔥騎士的一整套衣服了 嗯 那這裡就不用了 哇 疼啊 非常順利啊 瞬間就把兩個箱子都拿到了 然後這邊有一隻 大過子 這大個子真的很強啊 大個子真的很強啊 所以我決定用太陽騎士的辦法去教他做任 哇 驚了 驚了 這大個子會不會燒死啊 好了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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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哇 哇這大個子真的好強啊 可惜他身上那把大鎚的爆率不是很高 這是所謂就是最強的雞腿 我靠 驚了 我快被燒出屎了 這最強的雞腿可惜並不是特別好爆 打這個大個子也可以把至上門打開 然後把這些桶哥放出來 然後這個大個子就俗稱的這個噴翔怪 接下來逃走很有用 就那個噴翔怪 他那個肩膀上會噴火啊 然後呢這些桶哥在邊上走的時候就容易被這個火給引爆 嗯 前面要當新的場所對了 絕景 嗯 這邊是什麼 前有小路 有拉桿的雨桿 哦這邊是可以上去開一個捷徑 嗯 開一個捷徑 就是我們之前 前面這個亮光就是篝火 嗯 啊前面這個亮 這前面前前面就是篝火 嗯我們就不去做了 可以直接下去 嗯 嗯這一邊是什麼都沒有吧 哎 好哦 嗯 那就先過去吧 雖然我忘記了這邊過去是什麼了 前面要當新火 火 火反正你不是對手 哇 我想想這邊是什麼 哦我記起來了 這邊呢有很多這個 超級瀑布哥啊 就這種 哇 肥胖型的瀑布哥啊 瀑布哥 長肉之後就變成這樣子 嗯 哇靠金了 等一下 這邊這個瀑布哥有點強啊 我決定用一個非常合理的打法 就是裝備一塊 蓋魯姆的大盾 嗯 我還能翻滾嗎 啊可以 並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瀑布哥他不只會 撲你 他還會自爆啊 你只要擋住他之後 打他一下 我靠金了 怎麼這麼強啊 不是你說好的自爆呢 嗯 看來我要用第二種比較合理的方法了 就是火箭射他 就一旦他被射到的話 他就會 過來就會 只要他靠近你 他就會 嘗試自爆 啊 他就是怕被這樣的火箭給點燃 自爆呀 自爆呀 誒 說好的自爆呢 誒可惜他走不出這個房門 誒怕冷啊 我看出來了 誒真奇怪了 難道我打法不對嗎 怎麼打 誒這邊 我好像電腦又出現一些小問題 好吧 我先切一下 然後 重擊過來 啊OK 我們又回來了 那我們繼續啊 好像就是說 如果你很桌子的話 你可以把這種 煮台 油台子給 點一下火啊 這邊的話 這個 這些怪物走到這個火台這邊上 就會被 被幹 好 他還會這樣自爆 嗯 誒這個東西居然著火了呀 兩下居然還捅不死 應該是他臨死的時候他就會選擇自爆吧 撲呀 你倒是撲呀 撲呀 撲呀 你這傢伙 犯什麼魂 犯什麼魂 你傻呀 傻呀我去 好吧 人各有志不能強求 他的套路你不懂 龍骨化石 哇這個DLC好多龍骨化石 這邊為什麼會有血跡啊 誒 下面是一個 紅魂 叫劍勢Rachel 誒他上來了呀 他居然上來了 嗯 呵呵 哇有點強有點強 哇他還會 他還會附毒屬性的劍 好強啊 我還沒見過什麼 這應該是松指 哇金了金了金了 誒他這種劍是 太短了太短了 哇牛逼 然後他就死了 抓了一個他出手的硬直 然後打出了一個反擊傷害 感覺並沒有什麼嘛 很菜 嗯 然後我想想 這邊 這邊這個梯子下面有一個第二層 第二層應該是這樣 跑下去的 對對對對對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胖子 這胖子應該過不來吧 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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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 先不知道上去 他那個房間裡應該有些什麼東西值得拿吧 先不知道上去 他那個房間裡應該有些什麼東西值得拿吧 他那個房間裡應該有些什麼東西值得拿吧 有些傢伙出來啊 這個房間就是 如果你過去的話 他就會 沒看到他的話 就會堵在這個小房間裡 然後被他 自爆炸死啊 嗯 那我想想這邊怎麼過去 這邊要跳一下 啊 感覺不是特別好跳啊 OK 然後我過來了 這邊有什麼呢 乾縮草根 蛤 就這樣嗎 好菜啊 道具 對了 無味 好吧 典型的我們又被坑了 喜聞樂見又被坑了 千辛萬苦過去 拿著個翔 嗯 然後我記得這邊 我看一下 前有亡靈 好像這邊 所有的門打開裡面都是妖魔鬼怪吧 嗯 但這個 這個東西打開的話 似乎是有用的東西 嗯 哇 他爆炸的話 會把 會把這邊這隻怪給點燃呀 點燃之後 他就會變得 速度飛快 但他著火之後 應該就不會撲你了 好像他 所有動作就是 靠近你 然後自爆 嗯 所以打這種怪物也可以 就是 把他們全部點燃 然後 讓他們這個 就是 往你這邊跑 然後在靠近的時候 你再往後退 他就會原地自爆 大概就是這樣 哇 金了 這邊這個房間裡是什麼 好賴 給點東西吧 什麼都沒有 太 太沒有素質了 太沒有素質了 真的什麼都沒有呀 好吧 那這個呢 這什麼留言 前面當心左 左邊有什麼 為什麼 在這裡 是什麼 哦 多虧了這個留言啊 原來是閃現出來一隻 法爺啊 回憶 回憶 回憶是什麼 什麼技能 還是叫追思 難道是 我看一下 呃 似乎是一個法奇技 好像是可以讓你免疫一次死亡吧 我看一下啊 嗯 奇技裡面並沒有這個東西 那是法術嗎 欸 難道是暗術嗎 不知道啊 欸 居然沒有 嗯 那算了 那彈幕裡哪位大神知道就說一下吧 我是不知道了 好 那我們繼續 這邊是什麼 這個門是什麼 我是不打開不舒服自己 雖然知道可能可能是作死 欸 我們體力正好夠三連戳 啊 剛好夠 二連戳之後剩下一個 綠皮 什麼 這裡也是空的 我靠太坑了 真的 真的就 一個門裡面有東西啊 坑死人了 好吧 那這邊 那這邊 好像是可以 這邊是可以下去還是不可以 這邊不能下去 這邊是坑 這邊掉下去會摔死的吧 這個 這個 這個血紅色的 血跡就告訴我們 這個人馬上就要死了 好死了 嗯 OK 然後在這邊可以下去 我記得這邊是拿這個高熱鐵棒 好像是這麼一個東西 這也是怎麼死的 欸 死在了樓梯上 果然是黑暗之魂有一千種死法 大家都樂此不疲的各種死啊 花樣死 嗯 還有什麼呢 哦 我這邊 我記得這邊打開的話 就是拿高熱鐵棒的地方 嗯 就前面這根棒子 但是 但是 馬上這些東西就好像會自爆吧 還是殺他們吧 好吧 然後這些傢伙全都變成了 衝鋒型的這個 瀑瀑哥 哇靠 他居然還會 還會鋪人啊 說好的 便燒起來就不會鋪人了呢 嗯 爆了 爆了 哇 進了進了 太猛了太猛了 這大哥燒起來還 還不會 還不會傷到自己 簡直就是忙的不行啊 噢 金了 太強大了 死了吧 好 全死完了 欸他居然還會掉東西 應該焦燙 哦 又是這種東西 好這邊就可以拿到這個高熱鐵棒 也就是這個 當然並不是什麼很淫蕩的東西啊 他這個高熱鐵棒是用來這個 觸發 我們中心部那個 那個 那個電梯用的 出發那個電梯用的 把那個插進去的話 這個 中心層那邊所有的電梯就會被激活 啊 我們就可以去 就可以去搞了 這邊有個電梯 電梯裡面是什麼 這電梯是通往哪裡的 欸我靠 欸我靠 送下來一隻胖子呀 這電梯應該是把我們送回 中心層的吧 還是說什麼呢 哦 這裡是哪裡 哦 雖然我呕了好幾聲 但是我依然不知道這是哪裡 哦 哦啊 我知道了 我真的知道 這是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地方 OK 那麼這裡的話我們就不用 跑來跑去了 我們直接就回去就好了 这张带火的楼只是用来拿高热铁棒的 我知道了 所以说主要的发生地点还是在中间这个塔里面 一边是那个马雷达这个塔 一边是这个高热铁棒的塔 中间的话是所有的boss的塔 好我们把这个高热铁棒插进去 这个DLC是非常容易迷路的 非常容易迷路的 就是不熟悉地图的话 就不知道这些电梯升升降降去哪里 好了妥了 那这些电梯就开始正式被激活 我们就可以到处乱跑了 可以到处乱跑了 好那我们做一下篝火 不知道这一集还有没有时间去打一个boss 嗯 嗯 然后 可能这一集的话 可以打选择打的boss应该是一个是熔铁恶魔 一个是这个 呃 胭脂骑士 这边好像是打熔铁恶魔的 要拿到一个钥匙才能打 反正都不是什么很好惹的boss 我们先 迷糊 是的 已经晕了 那我们先坐这个电梯上去 反正我就每个电梯都坐一坐 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吧 诶 诶 这边 这边有个电梯可以上 在这里有个隐藏门 在这里有个隐藏门 在这个电梯这边有个隐藏门 非常的贱 嗯 在坐电梯的时候去触发它一下 诶 啊 然后进去可以得到一张 一个 这个DLC里面非常 值得 非常有用的一个道具 叫做游魂之皮 我们可以装备一下 就是一个很恶心的一个头盔 装了它之后 我们就有1000点的诅咒抗性 于是我们就再也不会怕被诅咒了 我们就带着它吧 我感觉也是比较美观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任务是 收集剩下的 几根高热铁棒 而不是那个按摩棒 因为接下来的话需要用到 我记得似乎是在这个地方收集吧 嗯 这边的话还是比较难打的 相对而言是比较难打的 但是运劲好的话 这些喷火的机关 可以帮我们把这些路上的怪物全部烧死 我看一下这边有些什么东西 好像并没有什么呀 这边有什么吗 好并没有 我记得这边走到头的话 应该是 应该是有 诶 这边 这里也可以用这个桶哥 把它给炸掉呀 哦 这个很难呀 哦 还可以 还可以 来来来 桶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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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走 快走 快走 桶哥 不行 这个游魂皮太难看了 这桶哥行不行啊 来来来来 出去出去出去 快点出去 好 就现在 好 可爱的桶哥又帮我们炸开了一面墙 嗯 嗯 周天魔戒指加一 是一个加所有 抗性的戒指 非常的强 在很多场景里面是非常好用的 嗯 是加魔抗的戒指 哇操 这边那几个怪都没死呀 这怎么办呢 能不能先杀里面这几个 这 这么多虚凯虚凯武士很难打的呀 完了 全勾过来了 约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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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快死了 这 在他那个剑好像有个 攻击判定的距离非常的诡异 就是在他身 非常靠近他的话 似乎是打不到他 我靠 金了 让他们被烧一下吧 哇 哇 好 我好强啊 我好机智啊 太机智了 我太他妈机智了 OK 那这边的话应该是 前有右出 哎 说的对 就是要把那个孔哥给拉甩 所以说这个游戏的话 是一个非常需要观察的一个游戏 需要观察 仔细地观察这种东西 想好了在干什么 但是我们太阳骑士的话 就是 并没有什么 就是操作嘛 对吧 就是拿着巨剑狂操 然后捉死 就操作 OK 这边达到了四个熔铁之器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 可以直接捡到的熔铁之器就捡完了 这边好像直接到了下一层吧 好 这边就没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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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接用个羽毛回去 前面那扇门需要一个叫做什么塔楼钥匙 好像是 才能打开的 有了四个熔铁熔铁之器的话 我们应该是可以考虑直接去 坐这个电梯下去 去打烟骑士了吧 去打烟骑士了吧 当然去打烟骑士的路上是很苦的 有很多 拦路的怪 嗯 这边这个也是 需要一个 塔楼钥匙才能打开 应该是这个电梯吧 继续往下 我记得是在最下面 嗯 还是我哪里弄错了 哎呀我去我去 哎呀我操操操操操 哦 好吧 然后这个地方好像就是 地上有那种裂开的地板 你踩上去的话就会掉下去 然后如果第一次过来的话 你有把握的话,可以一层一层这样 一层一层全部弄下去 然后就A名一样地去到了底部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设定 但是作为我们稳健的太阳骑士的话 还是稍微 诶那边有扇门呀 诶这里也可以走 这是干什么的 哦 这边出去就是拿那个 那个什么塔楼钥匙的 那个地方 但是前面有 前面有三只呀 三只这种超强的 喷翔鸡腿侠 哎呀 地上会冒出来一只然后 前面还会冒出来两只 非常的苦 嗯 我记得前面还有两只 怎么才能一只一只引出来呢 好这边引出来一只 OK 一只的话还算好办 一只的话还可以 咯操这么点伤害 这么点伤害 算了还是用太阳骑士的办法吧 好强啊 好强啊这鸡腿侠 哦 你要追到什么时候啊 大哥真是忙啊 这边你应该不追了吧 哎菜鸡 来打我呀打死我呀 打死我呀 你不是很 你不是很忙吗 来呀 菜逼 连跟我正面面直视我的勇气都没有 哎 人像 我最后一只要么赌一下人品吧 带一个 带一个金蛇 再带一个小手头 他能不能 他能不能把那把超级大鸡腿给爆出来 这边我记得还会出来一个 对 他这把鸡腿 怎么跟其他的长得不一样啊 其他的这个超级鸡腿侠 这个鸡腿是带棱角的 他这个怎么就是跟棒锤啊 不管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我们太阳骑士都不会虚 都不虚 毕竟 毕竟我们 太阳骑士 无意高强 来呀 打死我呀 来呀 正义的火箭 正义的毒箭怕不怕 死了吧 真是菜 然后他并没有爆呀 他并没有爆 那没办法了 至今没有见过这把超级鸡腿 是什么样子 这个东西 这个家伙就是想要强行捡这个东西 然后就被打死了 哪有 肯定不是个太阳骑士 我们太阳骑士从来不会让我们自己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 这些全都是垃圾 这些全都是垃圾 OK 这边的话是 塔之钥匙 对 就是这种塔里面所有打不开的锁着的门都可以用这个塔之钥匙来打开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就捡好了这个塔之钥匙 那现在的话理论上是我们所有的boss都是可以去打了 嗯 那不管了我们先到最下面层去开底层的篝火 这边是什么呀 哦这边就是这儿了 这的话我们就一层一层下去 这个 这个大斧兵凭什么他是 战斧 诶 是不是他手上这把狂战斧呀 哦 哦并不是 战斧好像是铁杖那边就能买到的 那个垃圾祸死 嗯 这边有一个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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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什么魂 算了 这么机智啊 OK 嗯 当然这里的话你也可以用太阳骑士的办法 但其实不必要 因为这里的怪物并不是很强呀 好 嗯 嗯 这边这只 哎呀 啊 啊 好 死了 嗯 再下去一层 诶 这层没有怪吗 哦这边有两只啊 看来我们要用一下太阳骑士的办法了 这家伙跑得很快啊 我们换个角度继续射 诶 机智啊 好死了 剩下来一只就 跟他堂堂正正的决斗就好了 很菜 油机枪加6 嗯 其实这个 这种加6加7这种垃圾装备就告诉 不能说垃圾装备吧 就是告诉玩家 啊 武器要加到顶级 不然就会受苦 而这边又有一只大个子 诶 那我们再 赌一下运气 我就不信了 打这么多只就不抱这个大鸡腿吗 好用一下我们太阳骑士的办法 他不中毒呀 中毒了 他是不是很烦躁啊 你是不是很烦躁 啊 而且他明明长得比我们这边高 他那个 他那个鸡腿明明可以捅到我 但是他就是不捅 说明他不擅长战斗啊 不像我们太阳骑士 好挂了 他掉了一样东西啊 猜猜看是什么 唉不说了 哦前面 前面似乎是 哦明白了 前面是一个 这种 哦前面有个灵魂的 有个虚凯的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那个那什么 有个煤炭的灵魂的 这也建议强行跑酷吧 哦哦 金了还被爆头了 嗯 嗯 前面这里就是 那个 打烟之骑士 也就是这个 故事 就是这个DLC里面 正统boss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这边的话 我决定先去强行点一下这边的篝火 他边上有四个煤炭新娘的雕像 嗯 其实然后这个DLC的话 讲述的就是这个 烟之骑士跟那个 我们沿着边走 沿着边走 因为这地上有一些大个子 有一些大个子 如果你不沿着边走的话 容易把他们给引出来 好我们去点一下篝火 讲的就是这个什么 煤炭新娘 然后嫁给了铁之谷王 然后铁之谷王 手下有一个叫做 呃 之后会遇到这个亚伦 叫做 就是铁之谷王手下 最强的这个 呃 骑士 叫做亚伦骑士 哪把日本刀 就点错了天赋点的忍者吧 相当于是 嗯 然后那个亚伦骑士呢 就是把那个铁之 就是 他跟那个 这个 这个 煤炭新娘 那 这个叫什么 纳德拉啊 他是一个就是 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然后呢 就是 虽然他名义上是嫁给了铁之谷王 但是呢 一直跟这个亚伦骑士 搞三搞四 但是呢 国王非常 铁之谷王非常那个 倚仗这个亚伦骑士的武力 啊 组建了亚伦骑士团 啊 然后呢 就是没有办法 哎呀 不知道是不是 知不知道啊 然后呢 这个铁之谷王的手下啊 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个什么 就是 呃 就是 铁之谷王的这个 手下有一名大将 叫做雷姆啊 就叫燕之骑士 啊 当然他不是一个女骑士啊 他就叫燕之骑士啊 可能是个鸡佬啊 也不知道这个燕之骑士 到底是喜欢 铁之谷王 还是喜欢这个煤炭新娘啊 反正 无论什么原因呢 他就是把这个铁之谷王给NTR了啊 可能就是说如果我得不到你铁之谷王的话 那我就把你的老婆给 对吧 NTR了 然后让你心灰意冷 这样你就会给我再起来 可能是个病交之类的东西 嗯 反正就是这三个人之间 就是各种各样的 呃 这个这个互相NTR NTR 来NTR去 这些 这些故事吧 当然 这些这个复杂的故事当中 这个马雷达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们也是不得而知 不得而知 嗯 OK 那这边的话 基本上就是四个 这个东西全部给踩掉了 啊 然后这边这个地下埋着两只这个 超级鸡腿侠 我们可以把他们给打掉 嗯 也可以不打 其实也可以不打 我们要贴这个鞭走的话 它就不会冒出来 只是我想看一看这边 这些人 这些地上东西什么 我记得是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 然后在这的话我们可以召唤两个NPC 一个是就是强行当我们老师的这个叫做卡里昂 就是这只家伙 他就强行当我们老师的那个家伙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那个 刚知爱立 刚知爱立 其他就没什么 这边冒出来只鸡腿虾 那我就把他给杀了吧 哇 金了 我都让你打了 你是不是应该 给我一下你的鸡腿啊 他那出手很有欺骗性啊 又是火龙石 金了 行不行啊 好吧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去打 烟骑士吧 今天进度还可以 打烟骑士的话 这个烟骑士是一个 比较难打的一个怪 嗯 是比较难打 我们调整一下身上的装备 不晓得这个 我先喝口水 冷静一下 不晓得那个 呃 玩家被这个烟骑士就是 坦然的说就是被这个烟骑士 交做人交做人了大概 七个小时啊 六个小时啊 是非常正常的 而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去打 烟骑士的话 打他的话就是 这个烟骑士就是 就是号称这个治疗各种各样的癌症 比如说盾牌癌 虾鸡巴乱滚癌 对吧 瘫刀癌 这个 各种癌 就是打完烟骑士就全部被治好了 嗯 他是一个就是 哎怎么讲的 反正 反正 待会有的是时间受苦 我先慢慢慢慢打吧 然后这个烟骑士呢 就是 就是突出一个打他就是 节奏小王子烟骑士 啊 节奏小王子烟骑士 所以的话 就他的招数就很有各种各样的欺骗性 就有快有慢有快有慢 有时候抽冷的会突然来一下 但一周目的话其实还好 他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这样的 小剑流 啊 等一下啊 喝一口血 第一阶段是这样拿小剑跟大剑一起用的 反正我第一次打他就一次过了啊 没什么压力 我没绿条了 要死了 还好 就烟骑士的恐怖的话 就看上去其实 没什么 但是 只要你自己打过的话 就是很容易就是 体会到 哦他第二阶段了 哇 哈 啊 弹刀了 就他不知道他到底三连还是四连还是二连 很容易被他出手给迷惑 然后伤害又七八糕 好 哈 哈 哈 就打烟骑士的话一定要 有一种 嘻哈的节奏感 我们来这个 随着他节奏动起来 不然容易被他带入一种 带入各种各样的节奏里面 哈 哎呀 不对不对不对 一周末的伤害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啊 好 我们成功治疗好了我们的这个 一种癌症就是虾机巴乱梗癌 啊 一定要看准好他的这个出手的时机 因为他这个出手 摆pose的时间 其实有的时候很有欺骗性 有的时候他稍微摆一下 就不摆了 有的时候他会 定在那定很长的时间 然后 就是 反正就很有欺骗性吧 然后他的连招 有的时候是连完三段 两段就不连了 然后你以为可以上去搞他 结果他就连出了第四段 啊 第三段第四段之类的 但是如果你怕他第三段第四段 你不上去输出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去那个 打他 就是被他不停的打 因为你 只有趁他攻击剑性才能打他 但是 你如果猥琐的话 就是 就只能是不能打他 就很很烦 嗯 好 趁他变身 然后他的伤害是 非常非常高的 在四周末以后的话 基本上就是 不给机会了 五周末的话 基本上就是 穿什么都没用 就各种秒杀你 反正这个 翻滚倒是 烟骑士 啊 如果你觉得他第一阶段 这个动作小动作太多的话 你可以戴上那个王大锤的头盔 他就会看到你就是 各种愤怒 然后就会 直接进入二阶段 可可见这个 疯狂NTR的故事当中 王大锤也扮演了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角色啊 反正这几个人的性向 也不是特别的 特别的懂 铁之谷王 铁之谷王那个时候 其实也不算什么 很强大的国家吧 铁之谷 在范克拉德王的这个统治下面 其实并不算什么 啊 啊 其实可能并不算什么 啊 啊 所以说可能可能 范克拉德王在当中也 扮演了什么角色吧 哇 惊了 算了不吹逼了 我要死了 哈 哈 哈 找机会再喝口血吧 稳一点 不虚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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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你 哈 戳你 呦 反正就是要跟上他的节奏 呦 嘿 啊 哈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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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嘿 哈 欸没说到 很菜啊 哈 耶 哦耶 嗨 啪 好 躲掉了 一定要让自己嗨起来 不然的话你是打不过他的 哇 嘿 啊 我好强啊 一定要让自己嗨起来 跟他节奏这样摇摆起来 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被他这种节奏带走 然后一会他攻击频率一会快一会慢 就很容易被他一刀一套就带走了 一周末的话还好 他的攻击力就不 两套还秒不掉你 但像刚才我那样的话就是 曾经被他打中过两次啊 那就二周末的话就直接就死了 没有然后了 嗯 一周末的话就是还有一定的容错空间 三周末的话基本上如果你是个血量少的好的话就是 直接就死掉了就没有没有什么了 嗯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打败了胭脂骑士 还得到了铁之谷王的冠冕 嗯 铁之谷王的冠冕的话是 是 这里我们 DLCE拿到是深渊王的冠冕 然后这边是达到一个铁之谷王的冠冕 铁之谷王的冠冕 你戴在头上每过几分钟会回复那个 回复那个你的咒术的使用数量 哎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就是这个煤炭新娘吧 都已经变成干尸了 然后这个雷姆 就是这个 烟骑士还在这边守护着他的遗体 可以看到这个 当他们中间应该应该这样分析下来的话 雷姆应该不是个鸡老 那可能王大锤是个鸡老 嗯 王大锤喜欢雷姆 然后 就是强爆了他吧 然后那个 然后雷姆就是 但是雷姆喜欢煤炭新娘 然后煤炭新娘喜欢这个 亚伦骑士 然后亚伦骑士喜欢铁之骨王 铁之骨王 铁之骨王喜欢这个 喜欢煤炭新娘 嗯 然后马雷达 喜欢 范克拉的王 可能 嗯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故事在里面 啊 应该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打败了这个燕之骑士 呃 那么这集视频就差不多就这样吧 嗯 我们还有这个DLC呢 已经打败了这个DLC里面最强的一个 呃 BOSS 好强啊 死了一次就打赢了我好强啊 我怎么这么强 然后打赢了这个这个BOSS之后 我们还有两个BOSS可以打 嗯 但只有这两个BOSS的话 就没有这个 这个燕之骑士那么强了 相对而言 嗯 就是有取巧的办法 好 那么这集那个黑暗之魂 真正的第三 23集上一集说错了 真正的23集就到这里结束 嗯 我是枪冰王老君 那么今天就节目就到这里 好 那我们下一集视频再见 嗯